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的不能再叫了 我这都是正品 已经是三折的价格了 调查种群密度的方法 种群在单位面积或单位体质中的个体 是种群密度 对种群密度概念的理解 是本体考察的重点要收解 种群密度是种群最基本的特征 电视频统织织的顺利 与自己的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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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用尼亚 与自己的颗子 与自己的颗子 下课 来探我办公室 在调查分部范围较小 个体较大的种群时 可以逐个地计算 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你们最近很缺钱吗 有什么困难 可以跟老师说 什么年纪 做什么年纪该做的事 你们现在的任务 那就是好好学习 上课认人听讲 至于别的事 尤其是钱 要么你们跟老师说 要么就回去 跟你们的家长说 这就不是你们该操心的事 行了 回衣服 我 老师就没别的了 写份检讨 好 也是可以的 不用了 老师再见 你们房租解决了吗 没呢 这不商量着吗 手机就被没收了 咱玩得有点太光明正道了 你干吗呢 你也出钱啊 我也凑房租 你也凑啥房租 既然咱们困难一样 要不咱们合作呗 我帮你们提高营业额 就你啊 你别瞧不起我啊 我妈公司专门有部门搞这个 我看过他们动营销 你们这都是小问题 我这要的真的不多 百分之五 晓妮 别给她啊 自己都没钱的还给她去 互惠互利嘛 百分之三总行了吧 百分之五 如果你有办法 行 就这么定了啊 咋想弄 姐姐 怎么才能吸引更多顾客啊 举教您好 我是清禾银室的工作旅员 我们银室店坚持每件作品 都纯手工打造 精美又特色 欢迎来打卡 可以 十万一次 我想您误会了 我只是向您推荐一下我们店铺 如果您缺更新素材 可以考虑来我们店转转 那我们可以来打卡 那不就是有流量吗 我们这儿已经是低价了 我们粉丝量的网红只会更贵 你们这进展也太慢了 哎 每次出去都好紧张 一见面根本不知道说什么 我跟你说啊 周末去约个DIY 什么陶艺呀 数字油画呀 有事做就不尴尬了 回去还能交流心得 一来二去的 这关系不就定了吗 这 能行吗 我一个姐妹 上周就是这么脱单的 是吗 是吗 周末 你们怎么来了 林雨菁让我们来的 人呢 林雨菁 对啊 这么准时啊你们 自己让我们来的自己还迟到 干嘛去了 看看 你要把银饰店赶成DIY手作店 你疯了 我们平时都要上学 只有晚上和周末才能营业 那我们就要吸引一些 自由时间跟我们一样的顾客 我上网查了一下 DIY最近还挺火的 什么手工逃逸 皮具 数字油画之类的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DIY银饰店 大家应该会挺感兴趣的 应该 你有多大把握呀 让我们搞这么大东西 应该只是委婉的说法 我对我的市场调查 还挺有信心的 而且客流量上来了 店里的成品才有销路啊 可行 像分析在最后 你们看一眼 这看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俊颜 你觉得呢 我觉得 可以试一试 我们要选一些简单的困室 这样初学者做起来不麻烦 不行吧 太复杂了 我 其实没问题 这也没问题 我可以离开 这也不去牵蝶 你不去牵蝶 你不去牵蝶 可是你不去牵蝶 你不去牵蝶 这是你牵蝶 我去牵蝶 好 见那你牵蝶 我 screws 剩下的事情 我们几个分头行动 客余时间 你们整理一下开业要用的视频和文稿 我会利用晚上的时间 再多做一些给客人 DIY仪式的样品 请在开业前 把准备工作做充分 神圈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搞定 这个网站的受众权是十八到二十八岁 非常符合我们的需求 等会儿吧 这么快就来课了 这么快就来课了 果然干什么都要动脑子啊 所以像你这种啊 就安心当我们的跟屁虫了 这 当跟屁虫也是当决于 您好 请问这里是清禾银是吗 对 是你自己吵着飘要来这儿的 那我也不知道有这么多 不拿呀 都弄坏好几处了 这做出来也不好看呀 要不 咱们买吧 也行 您好 那个我们不想做的 能直接买成品吗 可以 掌柜里的都卖 你们随便看看 好 我喜欢这个 谢谢 这多少钱 具体价格我还真不太清楚 我给你问问老板啊 不好意思啊 这个是展品 不卖 那他刚刚才说随便挑的 怎么现在又不行了 对不起 他不太清楚情况 这样 你们要是喜欢跟我说 我跟你们做一个一模一样 那还得等啊 我最讨厌等了 我现在就要这个现成的 再说了 你摆出来不卖你干吗呢 又不是什么艺术品 是吧 别整这些虚头巴脑的 想加价直接说 这不是价钱的问题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事赖我 我没弄清楚 要不你们看看其他的啊 有线火 可是我就喜欢这个 我说了这个卖不了 你知道这个吗 不是 你这什么态度 啊 就你们这个小货店 摆的这些烂大街的玩意儿 我们愿意买 你们就烧高香吧 你说什么呢 在我身边吧 实际 实际 不好意思啊 他今天心情不好 一会儿把钱推给你 哎呀 没事 没事 咱们今天一共来了十一位客人 就三个做完了 那两个直接退了全款 还有一些没做完的 我们也给打了五折 不是他卖了几款手是吗 卖了两条项链和一枚戒指 我算一下营业额 两千三百二十八 现在还亏一百零七 但不过还不错 要照这个趋势发展的话 怎么明天就能盈利 盈利不了了 明天的预约都取消了 为啥呀 今天下午来店里的 那对小情侣 给我们店刷了十几条差评 本来预约好的人看到都取消了 好 其实我也有点好奇 摆在掌柜里的东西 为什么不能卖呀 这个你不用知道 我不是想抛根问底啊 我就是觉得我们是合作关系 但你什么都不告诉我 那之后是不是 还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到时候忙活一通全是差评 王云啊 你去把柜子有东西都收起来 好 我去拿张一下 别生气 那个其实收起来也挺好的 直接从根源就解决问题了 我不是生气 我觉得合作需要坦诚 不然谁知道还有多少经济啊 你辛苦了 多少钱我不给你 这一次合作 结束了 你觉得是钱的问题是吗 我是觉得大家努力了这么久 为什么要算了 对不起啊 这次就这样吧 反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你们都不想做了 那就这样吧 好 林雨昕 老何今天要高考吧 没那么多时间给我们耗 你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你说啥呢 银水店的事就是大家的事 你们商量啥呢 商量怎么应用店铺 你懂吗 那你得跟我说说呀 万一我懂的 我们营水店现在生意不太好 正在想办法吸引客人 你有办法吗 你这个问题比较艰深 林雨昕 一块帮帮想想吧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们 行行行行 你喝啊 赶紧喝吧 我们自己想 乖 乖乖 俊逸 要不一会儿吃饭的时候 找单盒送馒头 不用麻烦了 我算了一次 把店里的库存 当原料给卖了 正好够方舟 那哪行啊 你以后做不做什么呢 你以后做什么呢 李雨昕 干吗 买卖不在秦逸在吗 你别这么生疏嘛 你手链怎么没戴啊 怕再摔坏不敢戴了 你手链确实该好好保管 眷爷为了你这手链 修了三个通校 原本他不用修那么细致 但眷爷说 虽然不知道你的手链 有什么特别的故事 但是他能看得出来 你特别地在乎 肯定对于你有特别的意义 所以眷爷费了好大的劲 尽量修得跟你以前一模一样 看不出来有什么摔坏的痕迹 他这人就这样 一旦跟吟氏沾上关系 就特别翻轴 他身上也有很多事 所以他的一些行为 你千万别放心上 你看他不是 也没问你手链的事吗 那行 那我就先走了 万一你再来店里吃火锅啊 走了 还打我 那我去想多吃火锅喔 你这就是两个小却 你还要想多吃火锅呢 你到家里的行为 你要去吃火锅吗 你去吃火锅呢 appointment 我很好吃 因为我来家里 от 百的迫手,还要去吃火锅,等一下 你去打电视 自由时间跟我们一样的顾客 你的手电确实该好好保管 娟爷为了你这手电 修了三个通校 原本他不用修那么细致 但娟爷说 你根本不知道你的手电 有什么特别的故事 但是他能看出来 你特别地在乎 肯定对于你有特别的意义 不好意思啊 这个是展品 我瞒你 别整这些虚头八脑的 想家家直接说 这不是价钱吗 我不是生气 我觉得合作需要坦诚 不然谁知道还有多少经济啊 这次合作 结束了 你觉得是钱的问题是吗 我是觉得大家努力了这么久 为什么要算吗 银饰是一件很神奇的东西 它会伴随着人经历漫长的时光 靳远 看这个 慢慢的你会发现 它不仅是一件饰品 还是一个藏着无数回忆的宝盒 这就是轻和银饰的理念 这就是轻和银饰的理念 在这里 每一件银饰都是情感 轻和银饰 等你来记录属于你的故事 这是林雨菁吗 林雨菁 我们正想问你呢 这帖子是你写的吗 嗯 你写得也太好了 我看好多人给你点赞呢 那既然有效果 活动还办吗 当然 那太好了 加上这次帖子的宣传 怎么后期肯定能偷偷地心 不过有个问题啊 我们的饮料好像不太够了 我们的饮料 要不这样 我帮我之前做的 融了 俊也 真想好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遮瑕 那些 有什么 有什么 你能做的吗 你能做的吗 我们今天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吉祥 谢谢 不用谢 我也是第一次办这样的活动 没什么经验 之前也不应该那么冲动 后来我想了想 像这种纯手工打造的仪式 每一个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意义 所以就算你跟我说了 可能我也没法完全理解吧 没关系 都一样 你的手链呢 也是很老旧的款式 你看这不是你自己的 应该也是很重要的人送给你的 是我妈给我的 我当时就觉得是个普通的礼物 但是现在 我只剩下它了 不早了 我还要发帖子 那我先走了 我送你 没事 我自己回去就行 走了 注意安全 理解 不会一个人都不来吧 不可能 昨天我发的帖子 阅读量还挺高的 咱们再等等吧 奇怪 你这也太丑了吧 看来我俩跟心灵手巧 是没什么关系了 好像确实有点丑啊 感觉就算做好了 你也不会带 那就走吧 这个礼物还是我给你买吧 你好 我们不想做了 给我们结账吧 你们不再试试了吗 这都快做完了 多可惜啊 算了吧 我们太笨了 怎么都做不好 但是亲手做的东西 意义比较不一样嘛 是的 其实你们做得挺好的 手工形式呢 重要的不是说你的纹理 处理得有多均匀 多完美 它重要的是 手工制作的东西 它就是世界上不一无二 就像这个羽毛 它是直属于你们俩的 好 这样吧 我简单给你们调整 抛光一下 你们再看看 好啊 行 这边行 好啊 筋子好像有点不一样 挺不错的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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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走好啊 你 太好了 这次我们不光房租还上了 流动资金也有了 老板 苟夫贵不相望啊 别忘了我的百分之五 跟你有啥关系啊 还百分之五 我可是第二位 银食店的创始人 你不服啊 半服吧 照这个阵势 咱们都能开分店了 是不是应该吃顿大餐 庆祝一下 老板请客 同意 我也同意 反正因为都不少啊 刘老师 你也来给师母买银食啊 你们真永远老师不上网啊 你们做的事 老师全都知道 我是不是 应该把你们的家长 都请到学校来 当着了他们的面 好好地表扬表扬你们 老师 我们知道 身为学生 上课的时候 给我睡大觉玩手机 放学搞这些 跟学习无关的事 马上就要月考了 别的同学都在努力复习 你们在干吗 把这些都给我停下来 如果这次月考 你们的成绩下滑了 那我要告诉你们 我会请你们的家长 到学校 把你们的事 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 还不回家 老师 好好好 老师 不好意思 你跟沈卷成绩怎么样啊 我马马虎虎吧 马马虎虎 你这说得也太宽泛了吧 你别瞧不起人啊 我给你看看我考的 最好的那门卷子啊 不用了 我还是明天早上再看吧 我怕我现在看了 晚上琢磨 对了 我店里视频忘拍照了 我现在回去拍一下 趁着现在有热度 做二轮宣传 你们先回去吧 你家里的事儿 我也知道了 一起 我给你爸通了一回电话 你为了这个店 晚上熬夜工作 上学迟到上课睡觉 沈卷 你还是个孩子 你不要把这么重的担子 往自己的身上扛啊 刘老师 您放心吧 我不会耽误我的学习 老师 不只是担心你的学习 不只是担心你的学习 老师还担心你的身体吃不消啊 自己多注意吧 关ается 你为了这个店 晚上熬夜工作 上学迟到上课睡觉 沈娟 你还是个孩子 你不要把这么重的担子 往自己的身上扛了 我 —我最讨厌 A time 5学校 我最讨厌 好 早 早 我走了 厨房里还有早餐 你不吃了 我赶时间 我走了 王阳呢 好了 回来 我也知道了 我告诉你 《红统维侣》 这个《红统维侣》 我的爱是像 《红统维侣》 《红统维侣》 我的爱跟 《红统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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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课要听讲啊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你还多做上别人学习了 你不是上课最认真的那个吗 马上约考了啊 你好好听课 别托我们后腿 我们 别托后腿 我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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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十千公斤 我还没有 王一阳 王一阳 文句什么 上课还开小差 到前面来 老师 别过去了呗 拿书过来 你笑个屁事 我问洋洋今天怎么怪怪的 估计是昨天晚上做噩梦了 你上课还戴着帽子 你看看全门同学 有哪个像你这样的 把帽子摘了 你这口罩是怎么回事啊 把口罩也摘了 转过去 面向大家 Inte走 好 好 家人们 今天给你们带来一首我心学的乐 四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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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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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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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在玩手机 你就不能多看看书吗 你看看这个房间 考得乱七八糟的 哪一个和是和学习有关的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又不是只有考大学一条初步 你看啊 看网店 都赚钱 做直播 当Rapper 乱什么 Ra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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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 你给我过来 我要当Rapper 你在随便 我当Rapper 你在随便 我当Rapper 我当Rapper 你看 都这么大了 还大人 一点什么都不讲 对 我的零花钱 我的奖学金 我的限量款球鞋 都没了 夫妇 别喝啊 我建议你还是注意注意眼前的考试吧 等会儿你又考砸了 你爸 新账旧账一块算 你这右脸又得添心巴掌 月考也不能说全是坏事啊 是月考就有排名 是排名就有奖学金 年纪前十就别抢了 倒数前十还有可能的 月考还有奖学金 怎么个奖法 我们学校为了鼓励同学们好好学习 考出优异的成绩 每次大考都搬了奖学金 只要你考年纪前十 对我们班 你考班级第一 大概率是有奖学金的 那第一名大概是多少分啊 那个上学期的成绩单你有吗 能不能给我看一下 你这样要奖学金啊 看看 听见前眼睛就发光 这肯定是对奖学金有企图啊 谁不想让奖学金啊 有没有 有了 走 这第一名努力努力还是有希望的啊 汪奕阳 你成绩也太差了吧 物理都不太及格的 要你说啊 我爸跟我说了 我要是这个学期再考不及格的话 我的鞋 我的钱 都没了 还没了 还没上战场呢 就想着当败兵 考得好才怪呢 我不想考好啊 不会嘛我 雀姨 你帮帮我呗 你吵她 这名单上都没她名 你成绩怎么样 我成绩还行吧 你们社会哥进入社会的第一堂课 这个就是学习弱吹牛啊 来 五零 沈同学 同桌要相亲相爱 所以我们要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台湾们好 老师好 你要怎么样跟我相亲相爱啊 坐 来 咱们看上课啊 这个世界纷扰混乱 我窥见你的伤痛 你见证我的苦衷 很高兴和你一起 完成这场青春的冒险 你会不会承担 你会怎么做的 你会不会承担 你会不会承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